下面請林祖峰委員 妳好久沒來我們交通委員會 是,謝謝主席 對於交通委員會,我們是很多意見 不過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跟我們衛環還有其他委員會衝突 所以不課前來 真的很抱歉,對不起主席 那現在請我們的黃次長 好,請黃次長,謝謝 市長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兩年前在立法院 行政院賴前院長承諾我 他說三年後要生出一個屬於台灣的TNCAP 那我不知道說三年後是憑空可以長得出來嗎 因為這個時間一眨眼它就過了兩年了 我覺得有點好奇本人這麼關心 那每每詢問交通部喔 都這樣沒用沒用 到底三年後剩下一年了 TNCAP可不可以長得出來 報告委員 很感謝委員對這個案子這麼支持 那行政院的方案通過了 而且今年也有邊有預算 對 那我最近也開過執行會議啦 那近期還會再找相關的單位 尤其我們 可不可以請相關業務單位 定期跟我們辦公室聯絡 讓我們知道進度 對啊 然後我知道TNCAP 跟它測試的項目很多 但我知道你們目前規劃的 理論上喔 我是要告訴市長 和交通部的所有的朋友喔 事實上一個NCAP 這個測試的制度 是要幫台灣的汽車產業發展 而不是要造成他們的阻礙 你看國產汽車市場 萎靡成這個程度 然後整個市場的信心都沒有 因為人家同樣價格 要嘛安全係數高的啊 而通過外國NCAP測試的車輛 在台灣取得了市場的信心 所以台灣的國產 國產汽車再也不能夠 躲在政府的保護之下 然後拒絕這個測試 所以我們希望測試的項目和內容 還有應該要給的 這個安全喔 應該要再更高一點標準 可以嗎 跟委員報告喔 事實上我們國內的國產業者 也非常重視安全 那他們目前所採取的系統是 但是我知道第一次 第一階段都以主動安全 這個為測試目標 但是事實上真的車子的剛性 它的被動安全 事實上是真正的核心啦 主動安全的這些配備很重要 但是也要搭配搭配著車體本身的 剛性和結構的安全啦 委員非常的內行喔 所以我們新制是會採取歐盟的規定 在主動跟被動安全上面 我們國家這些自治業者 也目前也非常有共識 他們跟委員所講的完全是一樣 他們是要來提升自己的安全跟 只有提升自己安全 才有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啊 的確是這樣 連台灣都不買單了 他出國出口去 誰要買啊 所以真的是為了他們自己好 他不能再抗拒了 第一個 第二個我要請教這個 五股泰山捷運牽軌可行性的評估 這個次長 我們知道這個不管是捷運或牽軌 我們都知道這屬地方自治事項 對吧 這個案子目前新北市正在提案的過程 沒有我現在不是要跟你說這個 基本上這都屬地方自治屬行 人要去人要去人要去 中央要尊重因 理論上台都是這樣嗎 我們會來協助他 對 但是有兩個很大的關節 是卡在我們中央要把關 但我希望中央的態度一定是 人家地方自治事項想要發展 我們應該鼓勵 應該要積極 那卡在兩個地方 第一個我們卡在可行性評估 第二個卡在大概是綜合規劃 我們都要負責審核核定 但人家如果地方要做 我們地方要發展 人家地方政府自然也不可能做那個 所謂的蚊子館啊 理論上他們也不會想要做這種蚊子捷運 蚊子輕軌 所以我是希望說部長我們要帶著 鼓勵的立場 而且是促成的這個態度 那五股泰山輕軌送了現在第六次了 上個月送了第六次 然後呢我去調查過去所有的審查報告 包括預算編列、運量評估 還有績效指標等 每次送一次他就叫他們回去修正 人家就修正再過來 送一次就修正再修正過來 所以呢這個裡面啊 唯一最大的疑慮叫做 工程介面和這個車站設置 屢屢得不到我們的核定 那當然不是交通部有意見 是水利署有意見 水利署就是說有兩個車站 F6、F7啊兩個車站 都設在堤防上面 那這個軌道也設在堤防上面 而五股的堤防是不合乎標準的 只有六米高二十年的防洪 防汛那個防洪標準 對岸是蘆洲是兩百年的防洪標準 所以在六米高的堤防上 設置車站跟軌道的確也違反水利法 可是他現在重新修正了 我現在要提醒你次長 四月就送進來 重新修正 我有一個請求 希望次長可以承諾 盡快的安排審查 不要拖第一個 第二個 帶著促成 鼓勵我們地方 想要建設的那個立場 然後人家修正了 如果安全沒有疑慮了 可行性評估讓我們通過 這是我在這裡的請求 可不可以盡速 可不可以 好 感謝委員 會如同委員的這個建議 我近期會親自來了解這個計畫 尤其是一定要把我們水利相關的機關也找來 把工程規劃團隊也找來 看看目前所遭遇的工程問題是什麼 我們要相信工程師 這個一定 只要問題擬清一定是有解決方案 是 我們要拜託你 代表五谷地區 代表泰山地區 蘆洲地區 它跨越了蘆洲 五谷 泰山 甚至到新莊 那它銜接了環狀捷運縣的北環 銜接了蘆洲捷運 還銜接了機場捷運 所以事實上它跨了很多的行政區域 它在於這個機場捷運跟環狀捷運之間 還可以銜接起來 所以它在未來它有好幾個重劃區 包括新莊最有發展力的溫子郡重劃區 包括五谷周紫陽重劃區 包括蘆洲現在正在進行的蘆洲南北兩側的 這個都市計劃的變更 還包括五谷新定的都市計劃 還包括舊的蘆洲南港子重劃地區 所以這一個不管是從財務醞釀到這個未來的所有的估計 新北市政府屢屢的修正 那只要安全屢屢 我希望市長一定要千萬要記得 地方要做的發展 我們不能跟風海 一定要鼓勵一定要促盛的 不能讓我們回去地方都在中央把我們抖掉的 這句話叫我們承擔不起 而且如果地方自治事項 雖然哪有補助 但是他也是要付借 要拿錢出來啊 地方的議員 地方的監獄 地方的監獄 第一關人的管理把關啊 可行姓平孤快樂過 讓他們快去整個月 這個未來我是覺得說 站在這樣的立場 我們的確很需要 我要告訴你的意思是說 在五谷的主要的交通和幹道裡面 都是路段 縣到103號 縣到107號 縣到107號假線 縣到108號 我告訴你 他的車流量旅行的速率 服務水準 叫做F等級 你知道什麼叫F等級吧 F是最差的啦 就是每天打車的啦 每天打車的 每天打車的 所以這個主幹道 每天都是F等級 在區域的這個路網裡面 每天都是F等級 真的是請中央體恤我們地方 有這樣一個公共運輸的需求 讓我們啊 這個 在這個泰山五谷之間的運輸需求 攏帶上這個計畫 可以這個實現喔 拜託次長 好 謝謝 盡速審查 沒問題 趕快讓我們同學 好不好 好 會提供最大的協助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林書芬委員 歡迎夠再來 謝謝 各位同仁可以吃便當了 等一下 旺安要來 旺安演習 所以你們趕快吃一吃吧 等一下路上弄一弄 等一下1點半到2點鐘總統管制